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一种非常好用又环保 做起来也非常简单的家庭盆栽肥料 那就是蛋壳肥 鸡蛋壳含有很多植物需要的微量元素 其中含量最高的是钙和磷 那钙就有助于植物的株质长得健康 长得壮实 那磷肥就有助于植物花开得更大更美 蛋壳肥做起来非常的简单 通常我就把蛋壳晾一两天或者晒一下 之后它就会变得非常的脆 然后呢我就用杆杖 杆杖呢把它碾碎 像这一小堆蛋壳呢 碾碎大概也只需要不到五分钟 因为它们变得非常脆 干了以后呢很脆 特别容易成粉 这个呢就是我做的蛋壳肥 这几个月呢 冬天的这几个月呢 我已经收集了这么大一瓶 我通常呢只把它用作盆栽 因为花园里的虚肥量呢要太大了 这一点点完全不够 那盆栽呢我怎么用呢 通常呢我就是在春天在给植物换盆的时候呢 在土里面呢加一把或者两把蛋壳 那就是看你的盆有多大了 如果有的盆栽呢你暂时不会换盆的话呢 那我也会把表面的土啊取掉一到两寸那么厚 然后呢撒一层蛋壳 然后呢表面再盖上新土 这样的话呢我相信你今年的花呢会长得更大更健康 也会开出更多更美的花来 希望呢这个对你有用 因为呢家家可能都会有蛋壳 做起来呢也非常简单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试一试哦 谢谢 谢谢